一个就是17号马中飞举行南海问题的磋商第八次会议 那当然讲一句话很重要 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 这句话看懂了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吵吵闹闹但是又可以一边来谈呢 因为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 所以该打的照样要打 那菲律宾想要起诉中国 说它破坏了很多的环境 包括珊瑚礁等等之类的 所以大前刚看年年预料一下 今年的这个中非关系 包括中美非关系会怎么走下去 对小马可是跟现在的菲律宾政府 其实他就是一个狐假虎威的角色 就是说其实狐狸是恫吓不了任何人的 可是当老虎站在他后面的时候 他就想葬老虎的事 然后自己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那殊不知自己的实力是非常的有限 那么菲律宾现在就是标准的状况 他以为美国老大哥可以给他无限的支持 会力挺他到底 所以菲律宾讲话就越来越有底气 越来越不客气 越来越嚣张 越来越傲慢 那么所以如果菲律宾这种狐假虎威的这种 自我认知的模式还没有改变之前 我认为未来这一年中非关系都会产生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摩擦 不只是南海的问题 什么仁爱交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极有可能 那么包含刚才秀芳讲说 你看连个国防部长讲话都这么嚣张 到底该你什么事 讲话这么嚣张 那么其实大使在外交界待过很久 就是其实他们这两边的谈话 其实有更温和的方式来做中间的磋商跟转环的 就没有必要就用这种开呛的 就一开呛了之后就是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话可以说 但是我觉得菲律宾很愚蠢的一点 就是说他没有看清楚 中东的情势变得更乱了 中东的这个以哈冲突还没有结束 伊朗现在又跟周遭的国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摩擦 红海的危机也没有结束 美国现在在中东算是抱着头在烧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然后那个俄乌的情况也没有结束 你回过头来讲印太 南北韩的情况更糟了 北韩不认为南韩是国家 这个统一的国家 甚至在统一上的认知上 彼此都有不同的看法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究竟要先处理谁 俄乌 以哈 中东还有南北韩 再怎么轮 轮到你中非也要轮到最后 你好歹要排第四或第五 那到第四跟第五 美国还剩下什么力气 还剩下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协助你呢 所以如果菲律宾没有搞清楚这一点 在这个时候稍微收敛一点 我想中国大陆也不会太过于这个要求 就你态度和缓一点 在一些争议问题上 大家都坐下来谈一谈 都不是不能谈的 可是如果要用小马可思 跟他现在这些政府官员 这种方式来操作 当然在接下来 菲律宾真的以为不会被中国大陆修理 就是今天对北京政府来讲 如果今天连我都可以想得到 我相信北京都不会想不到 我现在就在打了你一下 美国老大哥有力气来救你吗 最近中国大陆在南海就越来越强硬 的确啊 这种就是彼此互相拉高对立态势嘛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刚才讨论上一题 他内部的武统伸让这么高 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么高 好 台湾的问题 你现在假如说我们继续要用和平统一的方式 那菲律宾怎么办呢 这种跳梁小丑你还不处理吗 两岸还是同跟同原来 菲律宾根本又不是 所以啊 当中国大陆现在不武统台湾 可是他又要平息他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的时候 菲律宾在这个时候往刀尖上撞 中国大陆杀来祭旗 然后平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很好的借口嘛 对啦 不过双方的沟通平台还是在的 大家看到这个南海问题的撮上 已经进行到第八次了 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 但是定调这个很重要啊 南海争议可不是我们关系的全部啊 一部分而已 好 另外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自己的问题 这个波音到底怎么了 介大使 这个布林肯 这个波音 他的这个波音737的坐机 因为什么 氧气泄漏 有严重故障 被迫换飞机 从这个达沃斯回到这个 达沃斯论坛回到美国 然后他的其他的这个水虫就没有办法 他们就搭其他的这个商务班机回去 那你看到之前没多久啊 一月五号对不对 就是那个最可怕 我们讨论过 那个门开着开着 舱门掉下来 吓死了 有没有 什么手机都飞出去啊 等等 吓坏了 然后现在所有同型号的飞机被停飞 它是这个737的MAX9 还包括一月十四号又来一个日本的全日空嘛 一架波音7177跟这个在美国芝加哥滑行的时候跟美国的达美航空两个这个相撞 所以波音到底怎么了 波音还想卖到全世界 我觉得波音就是螺丝松了嘛 就跟他那一次在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 飞到天空上 门的螺丝松了 整个门绝过之后 因为那个门后来被找到了 门没有问题 就会发觉螺丝不见了 所以在高空的时候 因为压力的关系 它就爆就崩出来了 所以这架 这个737 737因为它有好几型 737 MAX已经完全美国的这个航空总署已经把它停飞了 那我想就是说布林肯这也是737 大概是不是列在被停飞的737的机型里面 不过又出现这样子的这种严重的问题 其实737这一型的飞机就问题就是说 就是状况太多了 它有两次的事故是同样情况 可是问题找不住原因 也就是你想想看 这个飞机突然被自动驾驶完全怎么控制 然后就用俯冲式的方式 从天上直接撞到地下 然后那个中间的过程呢 驾驶员极力想要把这个飞机的掌控权拉回来 可是没办法 那这么严重的问题 结果呢波音没有办法给外界一个很合理的交代 那只是他们透过他们的这个政治影响力 不断给其他国家施压说 差不多了啦 你应该让我的飞机再重新拿到四航站 再回来飞 可是呢飞美酒没有多久的话 美国自己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自己又出状况 那这次这个布林肯自己飞机也出状况 我觉得是不是波音应该考虑说 他73机的飞机全部怎么样 全部停飞了 好可怕 要挽回他这个整个公司的声誉 跟他这个在顾客中的这种信赖度 不要全部毁掉 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波音并不是独门买卖 对那你这个空八空客也有他的 那中国大陆的西角又九来九出来了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另外还有这个像巴西的这个航空 还有加拿大绑巴迪也有类似的飞机 所以我觉得波音事实上的话 这个公司是出现问题了 就跟美国当时在这个上个世纪 80年代底特利的车子 常常被人家什么诟病 你难以相信 然后那时候美国 我那时候在美国 很多美国朋友就说 你车子买底特利的车子 请你特别问他一下 是不是礼拜五做的 那人家说 为什么要礼拜五做有什么病 他说礼拜五因为 马上要放假了 无心工作 那本来有三颗螺丝钉 他可能就给你锁两颗就送出来了 那今天飞机会不会造成这个状况 所以布林肯这一架是礼拜五做的 我不晓得了 我不晓得 不过这一架飞机 这一型的飞机实在出事率太高了 好可怕 太高了 那波音我觉得应该要整个 把他的整个怎么讲呢 他这个飞机他完全回收 自己把这些问题通通检查 因为这个里面 事实上是整个就是说 偷工减料的关系 然后工程品质有问题 那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这家美国常计是缺工嘛 对不对 他们的工人的纪律 各方面也不像这个东方人 所以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 这次布林肯帮波音做了一个 最大的一个负面广告 如果不是布林肯也就罢了 这个飞机应该说实话 他就是起飞前发现 然后就去送休一下就好了 但是因为是布林肯 对不对 今天这个新闻超大的 都是用快训的方式跳出来 所以这个流年不利 这个波音应该要去拜一下 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